不用用到五分鐘 主席 各位委員團 本席 鄉親 江負密 負密是這樣 這個條文 六十四條 那我剛剛有跟陳潔如委員也討論過 那我們也協商過 那我想這個中間有個落差 要跟大家來做說明 就是說 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說 你欠一百萬 然後你債權是一百萬 那你也盡力去還 那三成 或者是說幾成 就可以更生 可是我是覺得說 不要一定的陳述 因為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很可憐 一成也要給他 視為清賞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買一些很名貴的東西 然後就沒錢 雙手一攤 可是那包包都還在身上 或者是那鞋子都還在身上 那他也沒有拿那些錢去還出去 那就是說 定三成的話 可能是不一定說很公平 不過我們剛剛也討論過 所以 應該是說 他的盡力清賞的定義 是讓法院來判定 比如說你很可憐 那10%15%也可以視同為清賞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麼值得同情 甚至你還了30%40% 我覺得可能你還是還不夠 不知道負面你以為如何 司法院是贊成用 依他的收入跟財產的狀況 來決定他有沒有盡力來清賞 因為我們過去的案例來看 這個平均大概是還到四成五 假設我們現在把他定的太低 有時候 這個對在前人也不盡公平 所以委員的意見 我們是盡表贊成 我剛剛有跟陳九委員 大家有聊過 大家可以用這個版本 然後來進行提案 OK 好 謝謝 謝謝